医护人员将人紧急就医 但担架上的男子 早就是已经杜破长流 没了生命迹象 而他的妻子则是身受重伤 这对侯姓夫妻 竟在傍晚遭人砍杀 到底发生什么事 回到命案现场 警方已经拉起封锁线 见识人员忙着寻找蛛丝马鸡 淳浦乡镇老夫妻竟然遭人砍杀 邻居说当时听见侯太太 妻力喊救命 涉嫌杀人的疑似 就是侯姓夫妻的远房亲戚 侯姓男子65岁 是嘉义县议会前行政主任 被发现时倒卧在自家厨房 身上有多数刀伤脏气肋骨 全都外露 急救一小时还是宣告不治 而54岁侯太太 则是嘉义县政府水利处员工 腹部严重刀伤出血紧急开刀 远房亲戚5号傍晚来到侯姓夫妻住家 疑似不满侯先生家里的竹子会飘落叶 因此起冲突才会迟刀砍人 邻居怀疑就是落叶引发杀机 单纯乡镇竟然发生命案 酿成一死一重伤 凶手还在追气中 是单纯因为落叶引发杀机 还是另有原因警方还要再追究 记者豪国文嘉义报道